欢迎大家今天再次来关心我们 毕客热美锅的喷调教室节目 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既上次港式奶油焗烤白菜所用的这个白酱 来发展出来的一道料理 叫做巧达汤 这个巧达汤的做法非常容易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农刀里面呢就是在做白酱部分一样 就是面粉跟奶油 然后调味料的部分呢就盐跟黑胡椒 那在这个炒料部分呢有大蒜末 芹菜末洋葱末玉米粒 还有可栗以及马铃薯 下层小冰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巧达汤的所有的材料 那这个调料部分呢有少许的油 白酒和这个鲜奶 我们希望就是这么简单 那如果在做港式奶油烤白菜的时候呢 已经有做多的白酱的话 那就不必重新做了 你就是把它保存起来 等到要做这个这个巧达汤的时候呢 再把它从冰箱或冰库里面拿出来就可以了 锅子有点热我们加一点橄榄油 我们先炒我们的材料 橄榄油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用我们的大蒜末先下去爆香 然后我们的洋葱末 好 香味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芹菜末加进去 我们今天的主要材料 蛤蜊 蛤蜊放下去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加白酒 白酒加差不多300cc 200cc到300cc 看你的这个量有多少 那有酒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蛤蜊受过这个酒的传热以后 它比较容易烧快一点烧熟 这边把我们这个玉米炸下去 用一点盐调味 因为蛤蜊本身也有一点盐分 所以在加盐的时候 要注意到 你们肿的这个汤的量 还有这个蛤蜊的本身的咸度 再加一点黑胡椒粉 再加一点黑胡椒粉 好 蛤蜊已经慢慢在开了 我们现在蛤蜊都已经开了 我们就先把它取出来 这个我们用原来的锅子 就是把材料取出来以后 我们放入奶油60克 等奶油烧化 我们再加入面粉 这个烧奶油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火不要太大 要不然奶油很容易就烧焦了 全部化了之后呢 我们加入面粉 然后用化掉的奶油呢 把它炒出香味 炒匀 就是要注意火候 否则很容易烧焦 好 让它这个牛奶一边烧 我们一直一边搅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不断的搅拌 以免它底部八锅会烧焦 然后会产生苦味 那整锅汤的这个风味 就是不够完美 就有缺陷了 现在这个汤呢 你看已经开始滚了 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 刚才做好的这个蛤蜊 的这个玉米料 我们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在加热的过程中 我们把 然后还有高丽菜丁 这个所有材料混合均匀以后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再补一点黑胡椒粉 增添它的风味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 巧达农汤